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老王他所做的梦是怎么样的一个梦 这个梦他知道神要启示的是什么 声音上很清楚地讲 神是透过那个梦启示给法老王说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而这件事情呢 约瑟知道这叫做知识的言语 他知道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呢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神给他一个属灵的智慧 让他可以告诉法老说 那么出路在哪里 我不只是告诉你将来有七个大灾荒 你们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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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会有七个七年的饥荒 但是有出路的 我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你的步骤是什么 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第三步是什么 这叫做智慧的言语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说出这些东西来的人是谁 是个囚犯 在谁的面前 在那些自以为很有智慧 前面讲 法老王把他国里面所有的那些博士都找来 把那些术士都找来 那些这种灵界的事情 很厉害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术士 那些在知识上面 物性上面非常厉害 你看一个是灵性 一个是物性 在这两方面 他们都很强的人都找不到答案 一个犯人跑来 在那里 如果这在你的公司发生 你现在会怎样 我们一群高阶主管在这里都找不到答案 一个小公友跑来了 西里巴说了一阵子 然后呢 我在合理的情况 大概就是有一些人说胡说八道 你在讲什么东西 出去出去出去 我们这些 我们在这公司里面多久了 我们多了解这公司 我们对大环境研判 我们都不知道你说算什么 但是当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 我真的这些年很深的一个感觉 人要做的事不一定会做成 就算做成了 你勉强做 做成了也不一定有结果 但是神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 而且你会看见神在开路 神怎么开路呢 当约瑟说完这些事情之后 现场的反应是什么 法老和他一切的成仆 都以这事为妙 大家说对 就是 你说对的人是谁 你说对的人就是 刚才一定被法老骂 你们这些家伙 我养了你们这么久 结果我现在碰到一个事情 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被骂一段的时候 来了一个犯人 然后那个犯人说了一堆东西 然后大家说 对对对就是这个 不合理嘛 但是那个背后就是神的手 凤主的名祝福你 我还是说 当约瑟学完了神给他的功课 学会了他生命里面的功课 你发现神的脚步极快 不但神的脚步极快 而且神会预备道路 神会开路 神会预备人的心 神会使一些原本可能反对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个时候就说 对对对就是这样 凤主的名祝福你 学会神在你生命当中 那个定规要让你学的功课 然后你会经验 神的脚步极快 神为你开路